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老爷 观众老爷 以及我的会员member 各位81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 今天讲了两个大问题 然后带一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2023年11月份的 CPI与PPI数据双降 那我们也知道在今天 也就是2023年9月12号的 12月9号 说说2023年12月9号的时候 中国政府 中国统计局呢 也发布了 所谓的CPI和PPI数据 那CPI的数据是什么 就是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了0.5% 环比下降了0.5% 就是去和去年比和上个月比都是下降的 然后第二个是PPI PPI的话是同比下降了3.0% 环比下降了0.3% 比去年还差 比上个月还差 那加上我们之前解说过的 11月份的那个PMI数据 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来 中国确实进入了事实上的一个通缩 事实上通缩的这一个状态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叫什么 就美国 美国的所谓的11月飞龙数据出来了 新增了19.9万 然后11月例外降至3.7% 实行远超预期 那就意味着美国现在还要走加息的路 大概率加息 中等概率是维持利益率不变 然后不可能的概率就是降息 因为现在远达不到美联储降息的条件 那我就很多粉红都说 你一天到我唱衰中国唱衰中国 你们反贼就这个本事 对吧提出问题但不解决掉问题 那我今天就聊一聊 中国政府现在能够做什么 那很简单 就中国政府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全民发钱 全民消费 这是唯一能够让中国的经济起来的办法 不能够再去投钱给到 比如说企业端 给到金融机构 让他们再去放贷款 这条路径太慢了 太慢了 而且效果已经测了差不多半年 测出来就是不好 在M2M1里面空转 那怎么办 你直接把钱发给人 然后人去消费 就跟当时的4万亿 跟当时的家电下乡一样 对吧 你走这条路就可以 但是让共产党走这条路 就非常难 第一你不能发钱 为什么你不能发钱呢 因为你一旦钱发到人手上 人民手上 人就会储蓄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资产泡沫崩溃 或者害对预期未来的就是不好 所以他们就肯定会去 去那个做储蓄这个动作 那储蓄对整个经济来说 又是不好的 所以只能干什么 只能像4万亿的时候 所谓的家电下乡活动 然后直接发各种券 各种票 然后让人民去消费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能民拿到了券和票 他不能够变现 那加上我以前啊 你可能可以变现 现在你比如说 直接大数据啊 或者数字货币啊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只能专款专用了 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变现了 然后就可以去买东西 然后把整个工业 工业给带活 经济消费给循环起来 才会变得好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什么 就计划经济和票证经济 那当然也有人告诉我 你说计划经济不对 就是光 如果就是给钱 然后发票据 他不叫计划经济 叫票证经济 那好 票证经济也行 我也承认 我伯伯书读了少了一点 对吧 你说票证经济 就票证经济 对吧 然后就主要讲这两个事情 然后CPI和PPI呢 这个解读 我也之前每个月都解读 其实也没什么好特别说的 然后我就先过一下 过完了之后 我再回来说 那个中国政府 唯一能做的就是 全民发钱 全民消费 进入计划经济和 标证经济这件事情 大家反正有点耐心 要跳过也行 我会今天会稍微 做一下那个时间轴 然后帮大家跳过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废话 就是希望大家帮我多点赞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 看到我的这个视频 大家也可以有所准备 不管是心理的 还是实际财产的 分配的准备 大家都可以有一点 好了 那2023年11月份的时候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5 环比下降0.5 是中国同国家统计局 在2023年12月9号的 9点30分发布的 然后他发布的说呢 主要是什么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其中城市下降0.4% 农村下降0.8% 食品价格下降4.2% 非食品价格上涨0.4% 消费品价格下降1.4% 服务价格上涨1.0% 1到11月平均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其上涨0.3% 然后他这个东西呢 是说的很好看的 包括就由国家统计局 陈世思首席统计师 董黎娟解读了 2023年11月份 数据里面就这么说 说CPI有所下降 核心CPI保持稳定 然后现在粉红带节奏 都是这么说的 说其实所有的东西呢 都还好 下降不多 下降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食品价格 食品价格里面 下降最多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的生猪 他说 合计影响CPI下降 月份生猪出蓝量 有所增加 加持天气偏暖 部分烟蜡需求延后 猪肉价格超级节性回落 下降3.0% 他是说这个东西 就是猪肉价格下降 是最严重的 包括我们在 在那个 在这个汇总表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看到是在 猪肉类这边 他猪肉下降了12.4% 他认为这个是生猪最严重 那这个数据是不是对的 对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数据是对的 因为我从各个 新闻渠道上面 也看到中国的猪肉价格 现在是贱卖的 然后蔬菜的价格呢 像北京 北京的那个 说青菜 北京对青菜的定义 可能比较宽泛 说青菜卖到 八毛钱一斤 然后大头菜 不是大头菜 就是那个 这里叫开贝 哎呦我靠 我这英文学了 忘了中文 开贝就叫什么菜了 牛腥菜吧 我们就瞎讲一个 比如说叫牛腥菜 包菜 包菜的话 好像据说只要五毛钱 或者三毛钱一个 农民都不高兴 收了这个价格 因为收的价格 比卖的价格还贵 所以就是农建商 就是物建商农嘛 哎 良建商农嘛 那这个东西 我上次也 也轻描带写的 说过一句 今天你看到所有的 比如说猪肉也好 鲜菜价格的下跌 明年这些东西 就会超预期的通胀 会很贵很贵 为什么 因为猪肉下跌了之后 养殖后亏钱 养殖后亏钱 就会减少 它的第二年的生产 一旦减少第二年的生产 那第二年是不是就少了 所以 所以 所以明年 这个肉和菜的价格 是会猛声的 就特别可怕 大家要知道一下 嗯 然后 然后我之前一直就关注的中药和西药嘛 现在中药呢 还是5.4的增长 西药近来这个月是增长了 变成0.2了 那可想而知 应该是受最近的北京的 就是北方 中国北方地区 那个肺炎影响 所以西药用多了 所以它开始往上涨了 那估计这一波肺炎影响结束 这西药还是不行 还是给你吃中药 最近不是又开始说 莲花 莲花清瘟能够搞这个了吗 好 那这个CPI 我就这么简短的讲 我讲完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讲那个 PPI PPI是11月份生产工业者 产出价格同比下降 3.0% 环比下降 0.3% 那PPI这边呢 就人家中国中国的统计城市统计局城市首席统计师董立娟解读呢 是这么说的 11月份受国际油价回落 部分工业品市场需求偏落等因素影响 全国PPI环比油品转降 同比降幅扩大 然后说从环比来看呢 PPI较上月下降了0.3% 生产资料价格上月上涨0.1% 转为下降0.3% 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两个地方都是下降的话 是进入通缩 真的是进入通缩 因为它出厂价格也下降 那具体怎么样子呢 这个各方有各方解读 我这边也真的不解读了 这个讲起来实在是太累太累太累 反正就是不好 反正就是不好 能源价格还是维持 就还是看电力热力生产和工业1.4 蓝气生产和工业1.3 水的生产和工业0.5 其他的都不好 就这些东西是最好 反正大家知道一下 那德川的 我们就讲 今天就开始讲 接下来的德川的结论 德川的结论 就是中国进入通缩 而且是实质性通缩 不再是我们这些反贼 我们这些人 心理阴暗来唱衰中国不好 而就是通缩了 你这个东西 讲到死也没有用 中国政府不管怎么样去粉饰他的经济 通缩是一个 已经现在是一个事实了 那这个事实之下 我们还有什么好说吗 那我们再回来说一下 中国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全民发钱 全民消费 就像我前面说的 你给人民发钱吧 就是中国人民也害怕 因为毕竟经济预期不好 而且这次美国 美国一旦开始做制造业 那对全世界来说 美国开始做制造就没全世界什么事情 我们也知道二战的时候 美国以一己之力 奶活了整个世界 是吧 这个工业能力太可怕了 只不过后面马歇尔计划之后 美国人说 那你们去赚钱 你们去生产 我们美国人来消费 拼着命的吃 拼着命的喝 那美国现在不干了吗 飞龙数据这么好 失业率这么好 那还干什么吗 他也开始做工业了 那他做工业的时候 对中国来说 中国干什么 问题是 不是中国 今天你中国说 我不跟你美国打吵了 我要跟你美国好 就美国好 美国不理你 而且整个东盟 整个土耳其 整个墨西哥 全都在做工业的事情 从中国这边 把所有的工业给抢过去 现在在生产 你中国怎么办 就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中国内部要活的呀 中国内部不能就这么死了 对吧 那能够干什么 就是政府现在唯一能做 就是全民发钱 全民消费 那就跟中国的四万亿 四万亿那时候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看 关心一下家电下乡 你看我这 我这边就有家电下乡 国务院的一个通知 那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 政府信息公开 里面就直接有 关于加 印发家电下乡 操作细则的通知 然后这里面 就通知到什么地步 他说 自2009 2009年 2月1日起 已经通过全民推广 为进一步贯彻落好 家电下乡政策 根据国务院精神 特制定本系则 然后就是包括什么 彩电 冰箱 手机 洗衣机 电脑 空调 热水器 微波炉 全都进炉 什么 下电下乡 补贴渠道 彩电给3500元 补助 对吧 最高限价 加3500元 冰箱 荷安冰柜2500元 手机1000元 洗衣机2000元 壁挂式 壁挂式空调2500元 什么电磁物 什么乱七八的东西 全都给你 给你搞 对吧 然后家电下乡 然后补贴 然后说是对农民购买 家电下乡产品 给予产品销售价格 13% 13%的补贴资金 是吧 然后说这个补贴资金 由谁来呢 中央财政负担80% 省计财政负担20% 这个就是中国当时 做的一个非常具有诚意的事情 那今天呢 也一样 因为我前面也说了 就如果你给老百姓发钱的 老百姓看着预期不好 包括像我这种反贼 反复在唱衰 唱衰中国 万一被中国老百姓听到了 但不可能被听得到 没有人敢转发我的内容 回国 哔哩哔哩的 就万一被中国老百姓听到 老百姓说 这个经济不好 不好我也不敢花钱 那政府发给我的钱 我就存起来 一分都不花 对吧 一变未来 那这样的话 钱又跑回了银行里面 所以又没起到效果 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 唯一能干的事情是什么 这是发票 就跟那个 那个四万一 跟那个家电下乡一样的 你就每个月发票 就变成计划经济 一旦变成计划经济 票证经济 然后搞数字人民币一套 然后那个 法币一套 就我们今天的实体人民币一套 搞双轨制 这个东西呢 中国经济还是能就一就 以中国无限制QE的能力 来就整个中国 所谓的内循环是跑得动的 这玩意是跑得动的 只不过所有的债务 必须由政府来承担 那就不就变成 计划经济了吗 那相应的 如果你一旦进入到 计划经济的时代里面去 那基本上中国的发展就停了 引以为豪的什么互联网之类的 都停了 而且进入到计划经济还不一定是个坏事情 或者票证经济 对人民来说 计划经济或者票证经济 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在共和国的国库没有被搞坏 搞死之前 只要国家不乱搞 你可能搞上三四十年 以中国的体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你只要尽可能每天吹 对吧 然后能够预制菜给老百姓吃得上 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畅想一下 以后你上班 对吧 这就业可能都是政府人为创造出来的 跟澳大利亚这边一样的 可能一条马路上面 马路上面 修马路的民工有二十个 然后举牌子 举棒棒糖的人都有十个 一比二的比例放在马路上面 这个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的 这很正常 充分创造就业嘛 所以那你一个月多少钱呢 一个月可能是八千块钱的薪水 其中的三千块钱呢 是数字人民币 五千块钱呢 是那个实体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里面呢 你可以去超市里面买任何东西 然后买的时候呢 数字人民币就比如说 你买一包大米 一包大米 数字人民币三十块 实体人民币两百块钱 你这时候可以先花 你的数字人民币来买 然后你要买其他东西呢 它有两套价格 一套是数字人民币的价格 一套是那个实体人民币的价格 理论上国家帮你算的 明明白清清楚楚的 你比如说你是工人 你一个月三千块钱 然后他一算 这三千块钱呢 足够你吃饱吃好 对吧 然后你想吃美 对吧 吃好 吃美了 对不起 你要吃什么巧克力 要吃什么那个可欧可乐 不行 对吧 吃雪碧不行 这钱你可能吃不起 包括你的那个实体人民币部分 你也可能吃不起 因为一瓶雪碧 可能就已经到五十六十块钱了 对吧 那比如说高级知识分子 用脑比较多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一个月呢 数字人民币呢 可能是五千块 实体人民币呢 可能有一万块 就一万五千块钱的薪水 第一呢 他就可以保证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吃得上副食品 比如说巧克力 雪碧 对吧 那桌下来的钱呢 还能买一点外国酸奶之类的 或者黄油 然后来消费一下 那 其他的 比如说 那个那些就是比如说 三千块钱 数字人民币的人 想喝雪碧怎么办呢 对不起 你喝不了雪碧 但是你可以喝雷币 雷币便宜啊 雷币呢 用数字人民币 可能就一块钱一瓶 用实体人民币 可能就是十五块 或者二十块钱一瓶 对吧 你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整个内循环里面 把它给跑起来 在这样子的话 国家无限QE的情况之下呢 整个经济是跑得通的 而且会跑得 人民美滋滋乐开花 而且呢 主要中国政府 严抓劳动法 这个人民 像韩国学习 就是韩国学习什么呢 七点之后大商场直接关门 你不许开门了 你先把所有的网店全都打死 然后把大商场 全都七点之后不开门 改为地摊经济 而这个时候 你看整个社会全都盘活了 地摊经济是不允许你使用 那个现金交易的 全都只能够用支付宝啊 然后用数字人民币啊 这些东西去交易 这样子的话 整个经济全都盘活了 哎 美滋滋美的不行 但是你说这时候我要买一个英特尔的笔记本怎么办 对吧 或者我要买一台苹果手机怎么办 这时候可能一台苹果手机要十万人民币 而且呢 不是你有十万人民币就能买的 你还有可能要数字人民币先去拿一千数字人民币 或者两千数字人民币 去买一个苹果手机购买资格 然后再拿着实体人民币 十万块钱人民币去买一个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要占用掉中国的外汇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中国早日进入到计划经济票证经济 中国的日子反而还好过一点 真的是这样 好吧 就今天呢 这个心理阴暗的Bob呢 就已经解读到这里 然后畅想了也畅想了 然后粉红呢 也别说我一听到晚只提出问题 不讲解决问题 那最后问题想的解决方法给到了 最后说一句啊 如果这个时候各位想再出国送小孩出国呢 非常非常的困难 有可能一切都变为公 变为公派制了 你必须公派才能出去 更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就像我们说的 有可能要战争 有可能全民参军 有可能上山下乡 不知道现在 但是大下岗是肯定会来的 好 谢谢大家